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rankelin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欢迎两位 Chelle 你好 Michelle 你好 Frankelin 其实很多人都看过你们以前的表演 有话剧 有歌舞剧 其实跟我们讲一下 本身你是一个才子来的 是画家来的 不敢当 我知道你今天带了一些书给我们看 是吗 是 因为我也是安撑中国美术会的会员 刚刚今年就是35周年 他差不多每五年就会做一本画刊 就是一个纪念策 我当然要参加 因为大家都是画会的人 这本书是有我的画刊 或者我就送给你吧 送给我这么好 谢谢你 今天就大家看看这本书里面也有Frankelin画的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两幅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做京剧的时候 我是拿了一些印象去和他画的 是的 然后我知道Frankelin很擅长 就是用一些原筆所画的黑白的这一边画 是吗 那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这些是我户外写生的 我喜欢做一些速写的 平时都会有时间或者这些五分钟十分钟的 很快就可以把那些当地的地标记录下来 其实我熟悉的Frankelin除了是画画 其实也会唱歌 还做舞台总监 然后舞台的一些报警都可以自己做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全能的艺术人 那旁边就是Josephine Josephine 其实可不可以跟她说一下 当初你们是怎样想到要开这个黎文展的中心 其实黎文展的中心就是前身 我们本身是一个非牟利的团体 叫做多伦多演艺协会 那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这个非牟利的团体 那当时我们就是做妖狼刑蒙的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参与 就是台前幕后加成60个人 那我们需要很大的场地 那我们就走出去租场 但是租场的费用就很贵 那变成了想着如果长期来说是太过昂贵了 那我们就不如考虑找一个我们自己的鸣河包 出来做一个地方来到最脚 和用来练习的场所 那就变成了有礼文展的中心 原来是这样出现的 那其实两位真的很难得 出钱出力搞一个文化演艺的事业 那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Franklin 我跟你说一下 今年你们会搞什么大型的制作呢 今年其实我们成立这个演艺协会 第五周年 亦都是我们每年都会搞一两个大型的画剧 那当然三月份 是的 今年的年头 我们是搞了一个 《和我的前妻谈恋爱》 这个画剧 我出去做女主角的 很开心啊 那个经历 而今年年尾 我知道你们有搞一个歌舞剧 是的 我们会将《妖良营梦》再做一次 那叫做《妖良营梦2014》 那侵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那当然也不少得 画剧里面的三十个经典的歌曲 三十个歌在里面 那其实之前你们已经做过这个《妖良营梦》 那你说跟今年的有什么不同呢 它比较 角色上面会有少少不同 那也有我们邀请到廖立辉 廖立辉歌 对了 阿辉哥帮我们做一个主要的角色 那其他还有一些是电台的DJ 那他也会帮忙去参演这个画剧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妖良营梦》 它最终的故事是讲什么 故事呢 就是讲香港的乐坛演变 由三十年代一路变到九十年代 那当中就有三十个歌 那我们就加插了一些有四个角色在里面 就去将所有的歌是连在一起的 那里面有歌有舞有哭有笑有分散有团聚 那是很多很丰富的内容 那你自己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这次呢 其实我做了那个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叫做国庆 国庆 他其实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 他一直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他的命生成就跟音乐很有缘的 所以我们就建立了这样的角色 那你会唱什么歌呢 我 你会不会唱歌 我也会 唱什么歌 我可能会唱一首 叫做 叫什么歌 《再截长城楼》 《再截长城楼》 一个月曲来的 哦 月曲来的 那其实讲到月曲 我知道Josephine就真的非常拿手 你听他的声音都知道了 唱歌也很好听 唱花旦 也拿过很多奖项 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你是拿过什么奖项 其实是一些多伦多公开赛的 一个冠军 子侯的冠军 和平子侯的冠军 那其实Josephine 是否你自己本身也喜欢做 玩舞台剧的呢 是啊 是啊 我很喜欢 那这次你会担任什么的工作呢 这次在第二幕 因为讲到五十年代的时候 是有任白的兴起 那我们是做任白 在那一节 当然如果做任白 就当然是首推 地女花子向腰 那我们就会粉满登场 和月虹一起做 那其实这个你真是拿手 对你来说 做过呢 对了 那其实听你这么说 这个音乐剧真的挺好看的 那其实参与的演员 大概有多少呢 参与的演员呢 就有三十个人 嗯 而幕后呢 就有二十多个人 哇 那加上你 大约差不多六十人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 做画剧呢 都起码都有四十人以上 都是很多人的 要参与一下 就是台前幕后 那Josephine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 这次这个音乐剧 在哪里表演呢 和时间 地点 这次我们的场地呢 就是在City Playhouse 那就是Barthest 和Centers Street 在运城 那如果想和我们买票呢 就请打647-7272-701 的电话 或者是投入我们的网址 在盈光网约都可以看到的了 是的 那其实也值得一提的 就是Franklin 我知道你今次 搞这个音乐剧 也是为慈善的 是吗 是的 我们是为这个 心臟和中风基金籌款的 嗯 那其实呢 每年呢 这个心臟病呢 真是一个头号杀手来的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心臟和中风基金会 亦都帮了很多人的 我觉得 帮他们的囚犯 真是很有意义的 那其实呢 未来你们 还会有没有其他一些 的project呢 11月尾 我们就会 是妖良盈梦 而明年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 大型的画剧 嗯 一个经典的 叫做日出 也是曹雨先生的手笔 那明年就会是8月14日到16日 嗯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挺特别的 嗯 那其实呢 那今天呢 很开心了 是两样都有 就是两样都有 是一场月雨 一场国雨 那我们就梅花简竹 那样去铺排出来 嗯 因为日出的报警 是会比较隆重的 嗯 那我们亦都不想浪费了它 是 所以我们将会是做 大概是做五场的 哇做五场 那五场里面呢 应该是三场国雨 两场月雨那样的 嗯 嗯 那其实呢 你们是不是每年 就是每年都会搞一个 这个项目的 我们的计划里面就是 嗯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知道你们李文展的中心 好像还有些训练班 或者是有些 有些兴趣班 是不是呢 不如周西彬跟你说 是啊 因为我们很幸运 有许容英 老师帮我们一起 做这件事 那就是 他是很注重 演员本身要有一个 基本 最低限度也要有一个 基本的训练 那他才会 就是 就是 或者是 考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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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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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那我们也都 在《形光幕》 看到就是 就是李文展的中心的 地址和电话 那无论是 关于 这个舞台剧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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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班 大家都可以 致电电话 跟他们联络 今天再次多谢两位上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亦都预祝你们的演出成功 OK 谢谢Michelle 谢谢 谢谢 谢谢